第208集 沉默 清晰听到门口的声音就小了 而且走远了 知道他们都走了 清晰就刚刚想起床 猛然间他就打了个乞丝了 谁 谁在这里说个坏话 他不知道 这个乞丝是远方的人的思念 牵完语除了日常的事务之外 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沉默清晰的身影 自从清晰一声都不出感 离开了神王府之后 他就经常想起清晰 猛然语一直都没有放弃找他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就算是一具尸体 也都要把清晰找回来 旁边刚刚想进来的清衣 看着正在一个亭里面 发呆的王爷 犹豫着要不要走过去 猛然语冷着声说 有什么事就说吧 清衣领命了 那才你够胆上去 王爷 有个位姑娘的消息了 你说什么 牵完语猛然地转转头 握住了清衣的肩头了 她的声音有一些丝雅 戴着一些内腔的 没人知道 当她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是有多激动 清衣公公敬敬地回报着了 王爷 那位姑娘 现在在武林盟主 景浩的庄园里面 以容大师弟子的身份 牵完语眉头一走 眼里面带着怒火了 这样才几久 就已经换了师傅了 无必将她和我带回来 牵完语已经不想等了 已经这么久了 才有了一些她的消息 一定要在她再次消失之前 将她带回来 清衣领命出去了 与此同时 子衣走入来 两个人擦肩而过 子衣没有看清衣 只是略过而已 王爷 不过公主的信 子衣说完护低身 遞上了手里面的信 牵完语 它是没有接的意思 很久才吐出一个字 读 子衣打开了手里面的信 开始读了 清衣 我已经回到不过了 那个好消息给你听 我父皇没有责怪我 反而促成了 我和墨语的事 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希望你可以来做我的伴娘 乐款是北塘圈 子衣一边读 脑里面是一片空白 这些写的是什么 他真的看不明白 在一边听着牵完语 面色也挺难看 他一下拿过那封信 仔细地看起身 很多地方都没有完全理解到 他凌厉的眼神 掃过子衣 子衣拎了下头 蹲下头就不敢说话了 在皇爷的身边 这么多年 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 皇爷想要表达的意思了 但是 这样的信 子衣同样都是看不明白的 去 找个可以看得明白的人来看 牵完语将封信 扔回子衣 凌转身 继续看原来的风景 他的脑海里面 略过了清晰的身影 北塘圈和清晰这么好的 估计也只有清晰才能看得明白 而牵完语 之所以这么迫切地 想要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是想知道 这里里面究竟有没有清晰的消息 子衣接到牵完语的命令之后 就开始着手这件事了 但是 无论他怎么样都好 就是没有人可以看得明白这封信的 身为皇爷得力的属下 连这件事都办不好 他第一次有了挫败的感觉了 子衣在犹豫着 要不要肯皇爷汇报这件事 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正在书房里面 看着书的牵完语 眉头一走 有事就进来说 不要跟清衣一样 我身边不留这种围围落落的人 子衣硬着头皮就走进去 把书信放在皇爷桌上 他单失贵地 皇爷 属下办事不利 还莫皇爷执败 子衣已经做好准备了 无论牵完语要数落他什么 他都绝对不会有私毫反抗的 这次是他的过失 底伐 子衣就没有抬高头 没有看到牵完语嘴角 那一抹带着心意的笑容 清戏和他们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他那个时代的东西 又怎么是子衣他们可以理解到的呢 下去吧 牵完语淡淡地说了一句 又跟着拿起桌面上的书了 子衣一恶 皇爷居然没有处罚他 他有一些云里暮里感 才走回去了 拿起本书的牵完语 甚至却是已经不在这本书上面了 他的脑海之中 忽然间又闪现出清戏的身影 不知道 这阵时他在做什么呢 忽然 牵完语的脑海里面 闪过一个想法 清戏为什么会突然间离开他呢 由清戏联想到北堂圈 牵完语的心里面 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清戏和他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会不会 他是想要回到自己的世界了 不行 牵完语猛然地拍案而起 站起来 他眼里面喷发出怒火 清戏 你不用指望 从本王的手里面走掉 牵完语出了书房 直接就走出了神皇府的大门 骑上一匹马就走了 清戏和紫衣两个人 互相对望着 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王爷 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我怎么知道啊 估计 是和那位姑娘有关的吧 在王爷身边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王爷 为了一个人这么失控的 紫衣就没有出声 好像没有听见那样 他无论如何都要找到清戏 而且将他带回来 他不可以让清戏就离开自己 清戏已受伤的理由 在房里面就蹲了一天了 这间房里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还有温泉浸 而且有很多书给他看的 他在里面蹲一天都不会觉得无聊 这里大多数都是一些古籍 上面的字清戏也大概认得 但是大部分他都没办法读得明 索性就不读了 他该吃就吃 该喝就喝 这一天就觉得挺自在 最主要的是没有人在这里烦他 第二天的时候 清戏就出来了 但是他现在是受伤的 他在黑风黑雨的陪同之下 两个人参扶着清戏 他们就走入墙里面了 清戏一面虚弱 面色是苍白的 身上穿着一身雪白色的衣裙 看起身是游弱到弱不禁风的 和他昨天的风格就是完全两个样了 昨天的他由美霸起 而今天却是虚弱无比 清戏在黑风黑雨的参扶之下 在自己的座位上面就坐下了 今天这个地方是墙外的露天场所 除了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 有座位以外 其他人都是站在那里 他们是来看热闹的比较多 中间搭着一个擂台 看起身应该是用来比武的了 哦 云青姑娘 恢复得怎样了 武林盟主的注意力 一直集中在清戏身上 好像她就是一个重点保护对象 还 还好的 我 没有 清戏啊 说一个字就咳一下 说句话都很浪费力 令人看上去都很心痛 武林盟主警号身边 那个坐着轮椅的人 听到云青两个字的时候 突然间就恶了一下 他的心里便在想 很熟悉的名字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的 但是就是想不起身 武林盟主警号 关心地看着清戏 云青姑娘啊 如果是不舒服的话 我还是叫人帮你看一下 不用了 不用了 清戏就趕快拖头了 如果被大夫把脈 敢起不是穿布 清戏的目光 向着武林盟主警号 周围的人掃视过去 他身边坐着那个 坐在轮椅上的人 令到他有点凶惡了 为什么样子那么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到过的 那个人转回头 在跟武林盟主警号聊天 清戏自然就看不到他的正面 单单地看着側面 清戏还看不出来他的样子 武林盟主警号笑着又对清戏说了 那云青姑娘呢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 一定要说一下 清戏双手抱拳 好 云青在此 多谢盟主了 武林盟主的面色 严肃起身了 他站起身 好了 诸位 武林大会就要开始了 江湖规矩 生死不论 但是 大家都是江湖中人 手下留情啊 日后好相见 所以今天的比试 如果谁先跌落了擂台 就算是输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第209集 江湖规矩 这个生死不论 向来是他们江湖之中的规矩 但是现在 武林盟主擅自改变了这样的规则 是为了安全着想 同时 这样的规矩 很容易就挑起门派之间的矛盾了 处理起身是尤其麻烦的 所以 可以不这样就不这样的了 清晰的手 不经意地放在自己的嘴上 挡住嘴唇 他的目光带着欣赏的眼神 武林盟主景浩 这样的做法多好 也减少了很多麻烦 本姑娘不才 愿第一个上阵 望月派的继承人 一个飞身出了来 下了在擂台上面 由于望月派大多数都是女子 所以继承人自然也是女子 他们武功就不高 但是 他们迷惑的本事就不是食斋 清晰側着身 对着身后的黑风黑雨问 这个望月派是什么 黑雨就回答了 回魂欺姑娘的说话 望月派是一个大门派 以迷惑心智为主要的本事 他们武功不高 但是 这些迷惑的本事 是没有人能及的 催眠術 原来古代还有这样的本事 是 雷台上面站着那个女子 也都没有人出来接招 这个就令到她很得戏 这时候 吴长老指使了自己一个徒弟 对 来去 蕭瑶派作为 除了熔门之外的第二大门派 面对这样的敌人 是不可以示弱的 而且蕭瑶派 也都不可能 只是培养一个继承人 如果是出了意外 那豈不是后继无人呢 是 师傅 这个年轻仔 看起身就没那么撞 但是也都不是什么泛泛之辈 既然是出自蕭瑶派的 也都不会差得去哪儿了 清晰在一边看着 很期待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忽然间 他感觉到 一末不是很友善的目光 向着他就直接射过来了 他下意识地转回头 结果 正好就看到 那个武林盟主景浩身边那个 坐在轮椅上面的人 正在那儿看着自己 清晰猛然一下就清醒过来了 难怪他这么眼熟 这个人在那晚的夜市上面 清晰曾经见过他的 那个武林盟主带来的人是谁 清晰开声问 声不大 但是黑风黑语是听得到的 哦 那个啊 他是武林盟主的结拜大哥 一个曾经繁荣的门派的继承人 就算是这样啊 大家对他都还是十分忌惮的 做什么啊 雲稀姑娘对他有兴趣 黑风就解释了 还趁机开了个玩笑 原来如此啊 清晰绿的那个人 他也都以一种 不是很友善的目光 看着清晰 看来 两个人都互相认出来了 现在两个人 正是以不同的眼神 在这儿进行着较量 那个人的眼神很沉着的 钉石清晰不肯放过 好像在这儿说 没想到你居然在这儿 这一夜我不会放过你的了 清晰反而就没害怕 不施一顾的 回回了一个挑衅的眼神 我才不怕你啊 你以为你是什么水啊 有本事就来只抽吧 那个人是什么来头啊 景浩的结拜大哥 摘着头就问身边的人 啊 他是容大师的弟子啊 容大师的弟子啊 难怪这么嚣张啊 旁边的武林盟主 听到自己大哥的声音啊 啊 大哥啊 做什么啊 容大师的弟子 那个是云希姑娘啊 的确是容大师的弟子啊 没什么 那个人的嘴就说着没什么 只是他的目光还是钉石云希 没有放过他的一举一动 清晰就用手托着个筛 看着擂台中央的人 但是周围的声音 一直自知沉沉的 没有停下来 在这些声音里面 清晰就算是已经听到一些 小道消息了 据问 这一次的武林大会之后呢 门派之中基本上都应该去换上继承人的了 这一次的武林大会呢 也都算是一个大家认识交流的机会 这个江湖啊 从来就不是弱者的天下 如果你真的太弱小了 那在江湖之中是没办法生存的 这样的规矩呢 造成了每一年 会有无数的准继承人 死的死伤的伤 这个也都代表着 门派呢 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培育新的继承人 所以就造成了 各大门派的掌援人 年纪都已经比较大的现象了 望月派的准继承人呢 实力都不弱的 这个逍遥派恐怕也都不会是对手了 就好像昨天那样 或者这个逍遥派就会拜在望月派手上 清晰听着这些复杂无聊的小道消息 更加都觉得没人了 周围那些人的议论呢 不仅仅是局限于门派和门派之间的 甚至呢 还有一些门派里面诗人的事 听到清晰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又没有想到 门派之间还有这么多事情的 他总是以为 门派都是光明磊落 却是没有考虑到人性的 就在清晰有些发呕斗的时候 墙上面两个人已经打起身了 这一次的逍遥派的弟子 相比之前和清晰较量那个强了不少 一开始 他凌厉的剑锋 就以一种 别人都看不清楚的轨迹在动 那个望月派的人 很吃力地在对抗 对方一点都不肯让步 那就令到他 没有停下来一阵 可以施展自己门派 那些迷惑心智法术的机会了 清晰的头 不由得就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是逍遥派不长老的方向 这阵时他只是一面严肃地 看着眼前的一切 甚至有点震惊 面色也有点蒼白 他这一系列奇怪的表情 令到清晰就不由得 在心里面分析起他的心理活动 清晰记得没错的话 那天跟清晰比试的 是不长老 识心栽培的 逍遥派未来的继承人 但是根据清晰的讨教 那个人的武功就并不是很高 甚至他根本比不过 现在场上的这个人 突然间 清晰都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在他营神那时候 就介入了望月派掌门人的 传音之中 清晰不由得 在心里面剧烈地震了一下 这个望月派的掌门人 真是狠心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和面子 竟然叫自己的徒弟 做个危险的事 这个送命的法术 是一命换一命的 清晰握住自己的拳头 他是无意中听到的 这种法术太过于空险了 轻的就是损耗一些耐力 重一些就会走火入魔 六亲不认的了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冷的笑耳 冷眼地看着这一切 黑风 你说 书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他把声有点小 站在那里的黑风 专注地看着台上的情况 没有听清楚他的话 姑娘 你说什么 清晰拎了下头 没什么 墙上那个逍遥派的人 看起身刚刚成年没多久 但是他是一身的本事 他眼里散发着自信 空有成竹 好像初生牛肚不怕苦 他可能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试吧 他不知道 他接下来可能要面临死亡的危险 这个逍遥派的弟子 滴起把劍 向着望月派的人冲过去 但是今次 望月派的女子 没有躲闪到 反而是異常之冷静 他的额头已经滲出了细汗 但是眼神 紧紧地盯着逍遥派的人 身微微有点震 或者是因为控制不好这个法术的原因 他有点吃力地维持住 其他人或者就不知道 但是清晰是最清楚的 望月派的继承人 恐怕在准备他的禁法 清晰冷静地看着擂台上的情景 望月派的继承人 猛然指尖亮起一抹紫色的光芒 对着逍遥派的人就激了过去 而清晰几乎是在那一刻 把自己头上的发针拔了出来 对着那个人 发出禁法的方向就飞过去了 带着灵力 迅速地把望月派的法术撞散了 然后清晰那支发针就落在擂台上 清晰的法师也同一时间慢慢地落下来 没有了发针的束缚 自由地垂下了 望月派的继承人 好像是突然承受了些什么 猛然就跌下来 然后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逍遥派的人恶然 他明明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